我从昨天,第一天我就问你说,你为什么养颜有数呢? 你是几年事的? 我六十二,四十岁 可是你看他那个脸 这个美眸男 那我刚刚听你的彩色人生了以后 我想知道是不是跟你在一起的那些同时间的那些研究生里的学生 或者跟你在一起跑那个山里面的人 都跟你一样有彩色人生 都像你这样的青春永驻吗? 还是只有你独特的一个人? 我也不晓得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他们 因为你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对 那我是很欢喜在做 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 但是我的有一些学弟 学妹他们在帮陈老师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是变成在做工 然后他们会觉得他们花了这些时间 然后做完了之后 你再问他们 你得到什么 他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是有 人也是跟生态一样是有很多光谱的 人跟生态一样是很多光谱的 那有些人的特质他就只能做工你知道吗 你说他一下子要到这个位置上能够去感受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也不能太强求 所以是刚好说我们有这种一点点感觉 然后刚好又在这个位置做了这些事情 然后才会有更多的心得 然后跟大家分享 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说因为老师的教导 使你们大家都有像你这样的 人是光谱的 是刚好在那个叫做机缘之下 因缘际会之下 然后我就参与了这些 然后跟我这些生命 然后感觉就特别有感觉 那种整个拉起来 不是说这个对其他人都实用 回应